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赶紧跑 还在秀 还在秀 日本鬼子都气得堵住 我老心想抓到你 我一定要杀掉你 但是李主角他怎么都不走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刻 他居然跟男主角算起了账 卫生 你还欠我十多猪呢 你还欠我十多猪呢 又是秀恩啊 又是家常里头的 看来你是没法 日本人大坏的账 他们就这样在日本鬼子的追击下 理论了起来 然后他先被个日本鬼子 吵破那个打死了 喜气 喜气 我喜气 好了 不躲闭闭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故事大致讲的是 我们的民兵被了两捆梳子压压 想去把日本鬼子的雕宝给烧掉 但是在日本鬼子疯狂的扫车下 这个计划他失败了 于是民兵偷偷下了一个命令 你去 杯子 加水 是的 你没听错 他说杯子加水 然后几个小兄弟就拿起水服 往布盖上面里 把布盖打得焦发紫实 看到这里我老公是负的 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操他扛着杯子冲出去了 你要干什么 你要拿布盖 你去把麦根扶死吗 只见这位兄弟他蹦蹦跳跳的 就把日本鬼子的子弹给躲过了 然后他捡起树子压 也 还呀 还是我太年轻了 原来布盖加水可以打子弹 然后这位兄弟摸到了碉堡底下 点燃了火柴 把树子压压烧了起来 对 烧了就跑很果断 然后这位兄弟死出了神剧走位 就这样他扛着布盖 他毫发不顺的回来了 嘿 你这样搞脂肪鬼子他就不高兴了神 用手来把柴火爪子给我炸了 脂肪鬼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吩咐小编 把炸弹丢了出来 哦吼 这下柴火被炸了的嘛 但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想到了新办法 哎呀 我的妈是大炮 只见这个男人很熟练的就把排挤炮架好了 然后手拿着炮弹 拿滑了 然后动医生就把鼻子的碉堡给炸掉了 你大妈有排挤炮你不拿出来 你让我被床铺给去烧碉堡 最上消息息心里妈妈屁说的就是我了